字幕提供 又來到Z世代大人的時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曾經在街上或收音機聽到一首好聽的歌 但又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之後想找回來再聽都不是那麼容易 但原來有一個手機應用程式 就可以幫到你解決這個難題 今天和你介紹的就是Shazam這個APP 根據資料 這個手機應用程式已經可以識別到 包括廣東話和普通話在內 超過150億首歌 你只要在聽到你喜歡的音樂的時候 開這個APP 程式就可以在幾秒的時間 告訴你這首歌的歌名和相關的資料 而且還會提供連結 給你去部分音樂平台聽這首歌 不信? 試一下 開了這個流動程式 再按中間的圖案 看看 只要一兩秒的時間 就認到這首是高山低谷 好,讓我再試一下國語歌 一樣可以 又是幾秒就認到這首是演員了 那首歌播到中間才認又行不行呢? 找多一首試一下 心有神傳記 哪怕是萬赤風浪 到我還手 看看一天沒問題 不過提提你了 這個APP暫時只是支援變色已經發行的原版歌 如果你去到一些Live Show 又或者好像我今天這樣自己唱 就未必一定認到 homeless团結一生有神傳記 哪怕是 甕小歌 abdomor 公平 中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